現在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樣的情形會追蹤不成功 你可以回到我們這個學習重點 應該是這個 教材裡面最下面有一個FAQ的問題有沒有 你如果追蹤失敗就會出現像下面這個畫面 出現紅色的 我做一個給你看齁 比如說你自己開一個新的合成 然後呢你就把你的影片 你的影片 比如說這個影片我就丟進來 可是這個影片的大小跟他有沒有一致 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即使你追蹤的範圍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把那個追蹤的範圍來往後拉往後拉 即使我已經射到一樣 喔這一段可以 所以我來這邊追蹤 到這邊 好這樣 你來這裡試看看 按一下 最終 不管你算了多久 最後就是失敗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這個地方呢 可以看有沒有 他在分機的 好出來了 在這裡 他說攝影機怎麼樣 我跟你講 塗層的size 就這個塗層的影片 必須要跟convention是一樣大的 這樣了解 所以他不能像這樣子用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請各位 你來這邊 做一件事情 是把他的影片 按著 丟到這邊 因為這樣子我可以確保 convention的大小跟台語字 播放速度一次 好這是第一個 會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 怎麼樣情形會失敗 就是你追蹤完了 可能有成功 可是呢 欸 你 點到別的地方 怎麼 追蹤點不見了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我就不用看了 我看這裡 剛剛是在這裡 你看 我現在一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追蹤 欸 應該是這個 點到別的地方 點到別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追蹤點不見了 要不要重新追蹤 不用不用 因為呢 剛剛雖然各位 你是用這裡的功能 可是實際上對他來說 事實上就是使用一個濾鏡 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你們剛剛有看到的話 加入之後 他會有這個濾鏡 叫3D Camino Train 你只要沒有點到這個濾鏡 他的消失點就不會出現 所以 不是消失點 就是那個追蹤點 所以我再點到他 有沒有用回來了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不要再重新追蹤一次喔 你那個點本來就在了 只是因為你離開了這個濾鏡 他就把你收起來 就把你收起來 所以你只要重新點回他 就OK了 這個是我們一般各位在做的時候 可能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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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